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居家检疫 九天的意思就是自主健康管理 不过这个五加九 有民进党立委说 可能不够严谨 也许会有防疫的破口 那如果不希望防疫的破口 该怎么做呢 另外还有 之前提到所谓的防疫的 这个破口三加十一这个部分 所谓的三加十一的破口 前中部长说了 说之前的华航跟诺福特饭店 只是群聚 并没有影响到社区 今天多位来宾 一起来讨论这个议题 首先我们欢迎民进党 台中市党部的副执行长杨总理 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立法委员张鸿路 欢迎国民党桃圆市议员黄敬平 欢迎基层医疗协会的理事长 林毅然林医师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林医师在现场 我们马上来问一个医疗的问题 一样的我们要等到待会儿 大概两点钟左右 指挥中心开最新的疫情的流行记者会 这个流行这个疫情的记者会 我想问这个林医师的就是 好像今天开始吧 这个医护人员大概有3.3万多人 已经可以开始混打疫苗了 那混打疫苗的部分是 AZ疫苗加莫德纳疫苗 这应该是台湾第一批 来混打这个疫苗 那其实除了这个议题之外 想请问 难道只能混AZ跟莫德纳吗 那如果是医护人员 他可不可以自己挑AZ 第二剂也打AZ 当然医护人员可以挑 其实混打这个议题 其实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全联会医师公会全联会 早就发出一个声明书 希望开始混打 不过发出声明书之前 也是因为根据欧盟 尤其是欧洲地区 那时候开始是西班牙 英国 他们先开始做混打实验 第一剂打AZ 第二剂打BNT 后来瑞典开始做了一个实验室 第一剂打AZ 第二剂打莫德纳 然后就开始 一大堆的人就这样做执行 应该没有问题 没事 台湾不是白老鼠 台湾都是跟着人家屁股走了 安全的 后来丹麦也做了实验 他们第一剂打AZ 第二剂打莫德纳 或者是BNT 效果也非常好 所以现在在欧盟 包括加拿大 都一直这样在实施 他们说第一剂你打AZ 第二剂你可以打MRNA的疫苗 MRNA的疫苗是哪两个 莫德纳或者是BNT 所以混打绝对不是 台湾第一个开始 台湾常常都是跟着人家的屁股走了 这个人家已经做过实验 做过很好 成效很好 效果比两剂AZ好很多 比两剂莫德纳 或者是两剂BNT 好一点点 或者是同等 反正都混打比较好 所以你看你第一剂打AZ第二剂打莫德纳 你省掉很多钱 AZ一剂才多少钱而已 莫德纳一剂要多少钱 你说国家也省很多钱 对 而且给他一个选择 那个你第一剂打AZ 你就海阔天空 你后来可以打AZ 也可以打莫德纳 也可以打BNT 所以我们本来我们台湾也是采购很多AZ疫苗 AZ疫苗是采购最多的 所以应该让鼓励人家去第一剂打AZ 然后你之后要補充加强剂的时候 你可以打很多种疫苗 都可以 只要是AZ打第一剂 将来有很多都很好的五线的组合 对 我这几两个重要的人物 他们都是第一剂打AZ 第二剂打莫德纳的代表 德国总理梅克尔 他第一剂打AZ 第二剂打莫德纳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第一剂打AZ 第二剂打莫德纳 他们都敢这样打了 他们都形成国家的政策了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台湾第一个开头 您刚刚说效果好 对 是防护力好 防护力好 没有错 包括他的体液性 绵胞性都很好 那他的不适反应 会不会因此更大 不适的反应 差一点点可以承受的话 甚至有些人说等同 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副作用 这么没有增加什么多少 甚至跟那个两剂AZ一样 或者是两剂莫德纳一样的话 那么他的效果又好得那么好 本来就应该鼓励混打 所以不适反应 不会大家很担心 说打了第二剂之后 比第一剂有天壤之别 你说没有没有没有 副作用差不了多少 就是那个感觉而已 对 就像你打一剂莫德纳 你打第一剂莫德纳 是不是很不舒服 每个人反应不太一样 也是一样不舒服嘛 所以你打第一剂打A剂 第二剂打莫德纳 你的第二剂的副作用 就等于是你打一次莫德纳的 那个副作用 类似了 了解 混打的细节呢 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讨论 我们先来看现在这个指挥中心最新的宣布 以及工作的情形 各位记住 理事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午安 那是先跟大家报告 今天的确定的病例 那本土的病例有4例 那里面含了3个 居隔阳性 那境外移入的件比较多 有14例 那死亡的个案有2例 那本土的病例 居住的县市 台北市2例 高雄市2例 那只有一格 一个案例 现在还算是在做疫调 观点目前不明 那其他都是在 其他3例都已经在居隔中的案例 那 然后昨天打疫苗打8月12号 打了158706人次 所以我们现在的季次人口比 到40.91 那人口的涵盖率到38.37 38所以打第一剂的已经超过900万人 接种的疫苗 是高端的疫苗 那 医院登记到中午 已经结算 已经停了 到8月13号 中午12时 已经结算 那这一期的预约接种的时间 预约的时间 应该是8月16号上午10时 到8月18日中午12点 那至于施打的对象 现在我们大概 总共在有 就是各种 混的或是单独选择高端的 目前大概有 113万人左右 那这个数目还会稍微减一些 因为这里面还要包含这段时间 这几天有预约打这个莫德纳的 或未来这几天会打莫德纳的 会扣掉 现在大概是应该 八九九十万 可能九十几万 可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目 不过详细的数目还是要等 真正的这些施打的平台 那包下来扣下来 那才能够 决定会开放到多少年纪 然后施打的时程是8月23号到8月29号 8月23号到8月19号 那昨天 那个我们记者朋友问我 那个3加11 跟大家再说明一下 整个3加11的一个过程 那原来在109年12月31号 以前 都是3加11 那就三天的居家检疫 加11天的自主管理 那因为那时候有这个771大家765 760 等于771的本土案例 那有这个传到一个本土 机师在那时候应该是 大家都知道有一家航空公司 传到本土的案例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 要把这个整个的航空公司的管理 应该做一些 有一些精进的作为 那也配合一方面也在实施秋冬方案 所以从1月1号起 我们就改成在长程的是要7天 居检采婴加上7天的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那短程的仍然维持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这段时间的作为但一方面 在监视所有的机组员的一个健康的情况 尤其是不是有相关的染疫 所以也做了PCR的裁检 做了6000多件 那这些都是阴性 所以在这个第一个阶段 这样子一个觉得就是说 那可以 让他再放松 因为在 机组人的管理上面 除了在 这个染疫的风险上面要做管控之外 那对于飞航的安全 等于就是 这些飞航人员的一个身心健康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在那时候到3月的时候 再把 再开始把它改成等于是5加9 那这个时候我们所一个重点就是要 请民航局要求这个民航局要督导航空公司 在外站要临接触 那在机上要能够全程防护 且完备民航相关的法规 要让航空公司在管理上也负起 他的责任来 所以从这段时间 我不管从录影器上面监控 或是报回来相关的案例 那在境外相关的违规的案例就减低下来 那所以在这个5加9 我们实施了一个月之后 那在4月15号就回归原来的3加11 这是12月31号以前的 但那时候我们觉得3加除了在这个临接处 全程防护之外 那3加11我们又加了那时候以前在12月31号 以前 并没有 3天要裁检 那我们现在3天完之后也要再裁检 所以就变成3天的一些聚焦检疫 加上采婴 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整体在上面最主要是因应 一些突发的事件 觉得发觉就是说可能 会有一些在管理上的问题 所以先让击检的时间加长 加长 那然后在这段时间也做相关的裁检 监视 整体染疫的情况 然后再看看他那个整体境外的管理 有没有上轨道 那逐步的再来放松 那回复到12月31号以前 那加上一个要裁检 本来3加11是没有裁 那我们后来在4月15号就要裁检阴性 那才做相关的一个 放松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说 在时间里面 昨晚是在从出国报到的时候 那怎么样在报到的动线 跟这些主员怎么样做分流 那填写健康声明 那全程佩戴口罩 现在我们在都规定做全程佩戴口罩 那时候是一个要求 那车上你不交谈 不饮食 间隔坐 这些都严格执行 那飞航的期间 强化机上个人的防护的措施 所以就是有专员的厕所 全程戴口罩 那全套的防护 那简化餐点的服务流程 那机场到旅馆 地面在移动的时候 那在组员通道快速通关 消毒的防疫 车辆 健康司机的接送 那当然还是要戴口罩勤起手 那外宿 最主要是在外宿 那一人一房 入住前清销房间 那进离房间及访客 那主要那时候还希望说在境外 如果能够那些境外旅馆能做得到的话 那都用所谓一次性的房卡 一次性的房卡 就是只要开了门出去 就没有办法再进来 那这样可以就是说避免很多可能的一个接触 那餐点都要 零接触 那公司有专责的机制 监测外出及访客 那组员每天要报告他的行动跟健康 那返国之后 那也是一样是防疫的专车来接送 那抵台之后 快速通关等等的都有做 那这段时间 我们就是监视了 监控 监视 这个 这些机组员进出的时候 都能够确保零接触 那所以才有3加11 那加上彩因的一个管理措施 可以再看一下以前相关的这些案例 这是在房期师从开始有相关的案例 以后 所有的关联图 所以在机师里面 他最主要 除了有在境外确诊的机组员1人 那确诊的机组员14人之外 都是确诊的同住家属 这边在 黄色的部分是机组员 那绿色的部分是家属 然后在特别一个紫色的 这是在境外 大家记得就是说有一个案例 我们从那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个事情 这时候在澳洲被确诊的 那包括这个机师确诊之后 当然小孩子有在 在跟另外一个机师到清真室 我想大家也还记忆犹新 那周围的相关的人员 我们都有做过相关的检测跟调查 并没有向外去 就染疫了其他的人 那至于在诺夫特里面的 总共确诊的工作人员有7人 然后确诊的同住家属有3人 那整体这个事件 机师跟旅馆感染的事件里面 我们总共包含后来 送到全部在4月30号 4月29 4月30 直接都送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 那边412人 那总共检疫了1790人 相关关联的人 我们都做过调查 那这些就是没有职场 或家庭以外的社区接触者的确诊 这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们说他确实是一个群聚 但是对于社区的影响 经过3个月之后 在这样广泛的一个疫调 并没有找出一些相关联的 相可以连结的一个市政 所以跟大家也先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但我们希望这个案子能够越少越好 不过我也必须跟大家 说明 经过了3个月 五六七 三个半月 三个半月 三个月左右 最后在家属这边有验出来的 这就是包含在 确诊的工作人员是5月10号 那在家人这边是5月12号 这都是最后一个案例 到现在也三个月 并没有相关的连结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两个相关 那至于说 是不是3加11会让诺夫的员工容易确诊 事实上不然他住的时间越短 那相关可能性的染疫就少 诺夫员工是会让基础员因为3加11 而染的更多 也不会 因为住的时间也是短 所以接触 有可能的接触时间也是短 所以在这里面我还是要强强调 就是说这染疫的源头 到目前我还是认为 应该是从国外来的 那造成里面的传染 但是在这里面 共同工作的环境 防务部的员工 1120 开始这两间之间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确确的关系 那也很难去做一个真正的一个 厘清 只说在这个环境里面 那有员工是染疫 那住在里面的人也有染疫 然后他出去之后 那也有染给一些他的家人 那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还有 今天有 基因定序的 大家好 那今天跟大家说明 这一周以来 这个境外移入我们确定病例有定序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次有6例是有定序出 变异株 其中有4例是Delta 分别来自于英国 美国 马来西亚跟以色列 那另外第二案是一个比较特别 他 定序出来是一个B.1.621 B.1.621这是一个哥伦比亚变异株 也会再跟大家做 一下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另外有一位第四案 这个中国来的40多岁女性则定序出来是 Alpha 就是英国变异株 那我们累积现在的Delta的变异株有总共55 例 其中本土53例都是跟屏东的群聚有关 境外移入的话是有42例 包括今天公布的新增的4例 那至于就是说 今天第二案这个案15858 这个是一个60多岁从美国 来的一位本国籍的女性 她入境在8月3号是没有症状 先前在7月5号 跟7月26号都有接种过总共两剂的辉瑞 BNT的疫苗 那入境的时候在我们机场的 拖曳裁检就是阳性 那当时的CT值是29 那经过我们定序出来是这个B1621 哥伦比亚变异株之后 那我们也把她从这个 因为她无症状本来是 从防疫律官转送到我们的检疫所去做隔离 那后来我们现在昨天晚上也把她 再移到这个 医院里面去做负压隔离 在医院当中 昨晚的采检的CT值已经 增加到35 就是病毒量已经很低了 那我们大概都会再看她后续的一个病毒的变化 是不是可以符合解隔离 那这个病人其实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症状 算是 一个无症状的感染 那现在这个哥伦比亚变异株 她也没有一个希腊 字母的归属 所以目前还是只好用比较 好口的这个B1621来说明她 那她在1月份的时候 在哥伦比亚首次被验出来 5月份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加进 这个变异株的名单当中 那在大概 目前来讲 统计是大概至少28国 已经有检验出这个B1621的这样一个病毒 那其中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在美国有 2%的这个 病毒是大概算是这个哥伦比亚变异株 那大概估计来讲 应该是从南美这边开始 之后 又往美国 以及像这个少数欧洲国家有在 扩散的一个趋势 比较特别就是 前几天有这个外电报导说比利时 有个安养院 那有七个打过疫苗的老人家 都集体感染到这个哥伦比亚变异株 之后 也是有打疫苗后仍然重症或死亡的 这样的一个案例 所以值得大家关注 那目前这个变异株我们并没有从文献上看到说 有特别增加传染力或者是致病力或致死率的 一个报告 不过因为他带有这个 E484K 就是南非变异株的特征的这个基因 以及就是有这个N501Y 英国变异株 特别的这个基因 所以 大概在推测上 他还是可能对于传播力 以及对于疫苗的这个抵抗力都会有一些 比较负面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特别还是把它 要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目前来讲就是说境外移入的病例 其实我们都会这样例行的去做这样的 基因定序 从7月2号到昨天我们总共已经公布过 157例的这个境外移入的病例 那总共有35例被 在这段期间被我们定序出来是Delta 大概占 28%左右 所以这个比例也是给大家做一个 报告 那我们目前总共的变异株就已经有找到7种 就是英国变异株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大概有39例 那南非变异株β有6例 那Delta刚刚讲42例的境外移入 那伽玛巴西变异株有6例 那另外有一个Sita巴西的这个或菲律宾的 变异株有2例 那加州变异株有境外移入的5例 那所以再加上今年哥伦比亚变异株有1例 总共就是我们有发现7种的不同的变异株 以上报告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先报告到这里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来 请 想进一步请教那个罗傅 就是这个变异株 的部分 外媒有报导说就是秘乳的变异株 在之后可能也会成为就是取代Delta的一个 非常强势的变异株 那目前我们国内 我们监测的状况怎么样 谢谢 秘乳变异株我们目前还没有从任何境外移的 病例有 或本土病例有检测到 当然在6月份的时候 因为这个秘乳境外移入的这位祖孙 当时其实也是有 担心说会不会带有这个秘乳的变异株 不过后来检查出来是Delta而不是秘乳变异株 我们还会持续的去侦测这个境外有的病例 那如果有 发现会跟大家做及时的报告 指揮官你好 就是说最近几天的确诊者当中 有其中一名的身份是越捷航空在台湾的代理 地寝 那目前有包含共飞合作的国际航空已经有 多人被要求居家隔离 想要确认说目前淘基的地寝 里面有多少人是被匡列裁剪 那个范围 有没有扩及到台北和桃园 那还有没有尚未 接种两剂疫苗的弊勤通人 那么现在国门 因为又有航空业人员确诊 会对现在边境 研馆的防疫造成影响 当然在管理上要持续的注意 不过这位的 既然还没有找到他的关联 那因为他有一天 好像8月8号有去上班 那平常的时候他可能都有另外的一个工作 所以变成两边都会有匡列隔离者 部长好 TVBS提问 想请教一下 BNT 原厂表示说已经和台湾约好了交货时程 只要手续完成 就会送疫苗 那想请问我们是否有掌握到到货的 时间以及预计有多少剂量 那如果到货的话 也会开放混打吗 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 民众涌入帛琉的观光局网站要预约打疫苗 不过当地反应吃不消 希望台湾的旅行社能够协助帮忙预约 想请问 指挥中心会放宽限制让旅行社的团体行程也能帮忙 协助预约疫苗吗 谢谢 这个在预约这个时候还没有接到他们需要协助的 那如果需要协助我提早他们再来谈 现在这个情况 那当然有疫苗很有可能会来 但是 确确的时间跟剂量 我目前还没有 没有很明确 明确以后到后跟大家来报告 他们很高兴 这个疫苗都是很多人的努力 不管是从 鸿海台积电持进 这方面从民间的一个努力 那跟我们政府机关 不管CDC也好 FDA也好 大家都全力的在协助这个事情 那进展的算是顺利 部长好 有两题请教 新北游家育子中心市 爆出了结合的个案 有26名的婴儿是被匡列 并且预防性的投药 不过呢 这个事情是晚了4个月之后才通知的家长 新北卫生局就说是因为疫情的考量 所以才会暂缓通知 他想要请教指揮中心 是否有掌握 那这个通报流程到底是如何 另外是想要问这个帛琉打疫苗的状况 是说 旅客如果出现了身体状况 指揮中心有没有 相关的指引可以协助呢 另外是打疫苗完之后 其实会出现一些发烧的 症状 他和确诊者的症状会是相似的 所以帛琉团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回来 要不要检疫确保安全呢 谢谢 你说检 什么情况下要检疫 就是他们会有打完疫苗之后会有发烧的情形 那所以现在就是有专家说 那要不要回来之后 这些人还是要再检疫呢 因为帛琉团本来回来 是不需要检疫的话 那这样子要不要检疫 然后比较安全呢 他的 第一个他回来要做生活脱疫的 裁检 进来的时候 那然后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是规定 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家里一人一室 另外是在防疫旅馆里面来做 所以那样的实验也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防防疫 等于是一个检疫的一个措施在 然后 从这个检疫完了之后 那5天 那就要做再做一次的PCR 然后再做自主健康管理 那是有关 同检 就是有关这个新北市的这个产透 护理之家 他有工作人员是在今年4月 中旬有确认结核病 那卫生 单位其实就根据我们的结核病的防治 工作手册 那有通知个案 工作守在地的新北市博物局 那在5月中旬有进行这个机构的环境评估 还有接触者调查匡列 那也根据我们手册 的规定 就是陆续安排相关接触者进行 第一个月的胸部X光检查及第三个月 这个潜伏结核感染检查跟评估动作 那 卫生局也在7月的时候也特别找专家来做评估 就是来来这个针对该名个案定义它所谓的可传染期的 期间 所以在它可传染期间就是针对这个曾经照顾的 这26名的婴儿列为接触者 那也是根据这个工作手册 就是说如果是在出生一个月内有暴露 那为避免这个违因性的问题 也不避免 刚才指挥中心记者会当中有特别提到 这次最新的进度 四地本土是四个境外 死亡有两个个案 那么刚才也特别提到说 现在境外移入的病毒株部分已经有查出来 台湾的部分有七种变异病毒株 也特别提到另外一个很新的病毒 叫哥伦比亚病毒株 他说现在美国有百分之二的病例 都是得到这个感染病毒株 另外还有这个 陈中部长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 再次讲到三加十一的再澄清 陈中部长说没有所谓三加十一的破口 这是一个群聚的事件 并不是一个社区的防疫破口 今天部长讲得更完整 他说没有查到所谓的诺夫特 或者是这个饭店主管 他如何跟所谓大家认知 从万华兴起的这个疫情 有任何的关联 到底三加十一是不是个破口 稍后回来来宾提供给您最新的消息 如果三加十一不是破口的话 这样子Alpha病毒是怎么进来的 面对记者追问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言不发 因为前一天防疫指挥官陈时中说 三加十一不是本土疫情的破口 柯文哲第一时间就发脸书感叹 认为虽然就责已经无法造成疫情的损害 但他也认为政府拒绝承认错误 没有所谓的三加十一的破口 那当然有一些基础员跟家人 还有诺夫特里面的一个员工 所以不算他是在里面 一个事件 像是一个群聚的事件 并不算是一个社会的破口 目前最重要的就还是一起继续 团结防疫 那指挥官已经清楚的说 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那我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起继续 团结防疫 民进党立委范云自从被爆出主导 三加十一放宽以后 惨遭舆论轰炸 为此低调了好几个月 对于陈时中的说法 他回应的相当小心 在野党则气炸了 国民党团拿出卫福部公文 指出确实有开过这场会议 病毒从机师扩散出去 造成万华爆发疫情 他是做角色的人 然后他又兼指挥官 他在说 他说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世界上有那么不负责任 有那么不要脸的人吗 没有关系 我们就会去告他 不把这个疫苗打在机师身上的时候 它就是个破口 不能为了要替台北旅游泡宝架护皇 就硬说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是群聚 请问群聚跟破口有什么不一样 群聚当然是破口 群聚散出去就是个大破口 甚至连专家都在质疑陈时中玩文字游戏 原本随着疫情控制 台湾人关注的焦点 转到疫苗进口进度 陈时中的一番话 又把这个争议推到第一线 好刚才如果您跟着我们从两点一直看到现在的话 的确稍早呢 陈中部长特别在针对这个三加十一再澄清 那么没有所谓的三加十一的破口 只是一个群聚的事件 那么当然国民党的炮火也蛮猛烈的 那刚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他是说群聚就是破口 我听这样讲 有一点用这种文字描述的方式来形容这件事情 那您觉得部长说的跟反对党提的这个反对的意见 哪边比较有理 我觉得两边在讲两件不同的事情 没有对焦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在讲不同的一件事情 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角度去看 然后用不同的解释这样去做 那当然没有焦急 我觉得完全是在讲不同的事情 第一个陈时中部长讲的 他是陈述一个事实 你如果是个破口 我们就知道这个破口 如果是这个来了 造成整个全台湾那时候的 整个大流行的话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直接的证据 这就是破口 但部长他刚刚说 他没有证据证明就是这里传到 部长的解释很清楚 洛富特确实是有感染 有群聚感染 对不对 但是万华的开始的 这一个大流行的话 他可能病毒株是相同的 但没有办法有直接证据显示 他就是从洛富特到万华的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个中间会有很多 不同的情况发生 第一个也有可能是居家隔离十四天 他检查是阴性 但是他是无症状代言者 有跑出来 很多种可能都有 所以你硬要陈时中说 这个是有百分之百的关联 我认为以刚刚陈时中讲的 在科学的证据上 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你要这样子要他说 这个就是直接的关联 我认为也完全不合理 当然不能叫做群聚感染破口 对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事情 那你说有没有破口 当然是有破口才会造成当初的 这一个台湾的五月份的 这个一天五六百个人 这一次的一个大流行 有破口 那破口是不是就是百分之百 是从洛富特来的 没有证据 这点没有直接证据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就是硬要把 这个洛富特把它强压在说 这个就是破口 这个就是3加11就是造成这样子的 因为如果他把它牵连到这里来的话 表示你3加11造成这个洛富特的破口 然后造成整个这样大流行 我觉得他们在没有科学的佐证之下 硬灌上这一个 我觉得是国民党的理由是这样 他的战术 他的理由是这样 但他就是要抹黑 他就是要模糊这个焦点 那陈时中他讲的是我的科学的证据 从现在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出来就不是有直接的关联性 委员那我们可以追问说 这个科学的证据 有没有什么证据代表 为什么台湾当年 当时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破口 我认为 这个重点如果主持人讲这个 这已经到了破口在哪里不重要了 因为我刚讲的 有可能是洛富特 我也不敢说完全没有 但是现有的直接证据 并不是洛富特直接的 因为没有连结 对 没有连结 但有没有我刚刚说的是 我居家隔离满14天 但是我是无症状代言者的 有可能 我跑出来 我造成了这一个 我觉得这也是有 但没有这样的证据出现 那时候那么乱 地方政府的疫调都没做 对不对 你看台北市新北市 完全没办法做疫调了 要找也找不出来 你现在已经悬案了 你当初的疫调完全没有做 你地方政府完全没有做疫调 那你今天怎么 很难去回溯说 它有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科学来讲病毒株是一样的 病毒株是一样 那你说病毒株 有没有可能 那时候国外大流行 刚好有两个人都有这种情况 有可能 我觉得在这个防疫 我没有以科学的角度来看 而不是以口水战 这样大家骂来骂去 我觉得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那个没有意义的话 会妨碍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可能要简单补充一下 这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开放台博的旅游 如果还是用这种炒来炒去 不用科学的证据去做的话 我跟你讲 这会扰乱我们台湾的防疫 这是我最担心的 你说台湾跟博留的旅游 这个泡泡要开始了 今天参加11就是因为台博 台湾跟博留要开始 才可以炒这个了 我认为你这样是模糊焦点 我觉得等一下有时间 我们再来把台博的旅游 好好的说清楚 也是台博的旅游 好像刚才我们特别提到 所以有立法委员 民进党立法委员 五加九 他也觉得不太合适 在台博是另外一个议题 不过讲到是群聚吗 是破口吗 我想听听黄金明议员的意见 其实3加11 我在桃园市感受印象也非常深刻 然后你问问全国的这个民众 其实并不是指国民党是不是强压 这几乎是全民民间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 那如果民进党想要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认知作战 改变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印象 你看看陈时中部长在5月13号的时候 他自己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提到说 诺福特 黄航诺福特饭店事件 跟宜兰的这个游艺长 以及万华的茶室 跟卢州市职会的这些群聚的事件 基因定序 刚刚讲到科学 基因定序 他说完全一样 这个病毒的这个基因定序完全一样 当然基因定序完全一样 他当时还说看起来是有关联的 他并没有讲哪一个有关联 是跟黄航诺福特 宜兰游艺场 还是万华的茶室 还是说这个 卢州市职会 狮子王 哪一个有关联 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他只有说 没有办法连接到这个别人的这个关联 但是基因定序完全相同 就落在这个里面 因为同时有很多地方有嘛 所以都不能排除 有宜兰的 有万华的之类的 那在那个三加十一 我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会有三加十一在炒这个呢 因为我们自己桃园 我自己在桃园又是市议员 那我们地方有这个航空公司 和这个机场 它这个又是国门 台湾的国门之都 进来就是我们的大门口 所以当时这个机组员的检疫 是7加7 7天的居家检疫 加上7天的这个 加强版的这个自主管理 后来呢 因为这个在网路 这个和民间都认为说 已经趋缓了 加上国营国籍的航空公司 它的这个航空公司的人力 尤其是机司机组员 它的能力难以调派 然后呢 就开始向主管机关反映 所以三月中本来是还采行 三月中期以前是7加7 三月中期以后就变成 这个5加9 5加9之后呢 后来民进党部分军 立法委员范云范委员 他也承认了 他有召开这个协调会 他说他没有 他没有权利做决定 但是他有召开协调会 选民服务 所以在范云召开协调会之后 4月15号开始 指挥中心从散如流 调整为3加11 等于说那个关在里面的时间 都一直不断缩短 对 结果3加11之后 4月下旬就出现那个事情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印尼籍的航空公司 印尼籍 它国籍航空公司 是印尼籍的这个机司 两个都印尼籍 还带它印尼籍的这个小孩子 然后在台北市的清真寺 这样子爬爬罩 其中就是一个一例啊 所以这些事情在那 不只是我刚讲的 航空公司那个印尼籍的机司 然后还去参加那个 那时候印尼的这些礼拜 参加这个状况 让大家开始恐慌 那时候我们桃园市大园 也有清真寺 也受到影响 他也有去 台北市清真寺 他也有去 那之后就爆发 开始一连串的 宜兰游艺场 万华茶室 如舟狮子会的这样的 狮子王的所有联结 就全部炸开 还有后来就发生了 诺福特饭店的这个事件 所以当然要讲三加十一 是不是破口 我认为三加十一是 没有做好相关的 配套措施就开放 然后结果造成了 相关的疫情 是不是彼此有关联 就像刚刚陈时中部长 我引用陈时中部长 5月13号在立法院所说的话 但是呢 因为配套措施没有做好 造成很多的这个疫情 不断的这个好几个点爆发 但这就是一个破口啊 所以我觉得民众的 一般的认知 三加十一是一个很抽象 很普遍 很抽很空的一个概念 但是从那个就是 一连串的时机 太平刚刚好 然后黄航诺福特 一样啊 我当时去跟中央看地方 也透过立法委员 跟我自己也调了 市政府的这个资料 诺福特饭店在 发生事情以前 他的稽查 一个月只有稽查一次 然后甚至在那之前 去年年底 今年二月以前 就是民航局 民航局有没有稽查 桃源市政府也不知道 二月三月四月 就各一个月一次 然后四月就交给中央 然后五月之后 那又一次 我在议会也提出很多咨询 所以我是说 诺福特饭店的本身角色 有很大的这个争议 连郑文燦市长 我自己问过他 他都会摇头说 对于华航跟诺福特饭店的 这样一个管理的 这个问题跟漏洞 所以我说 每一件事情看似 都好像都有自己的独立性 关联性不知道 是不是有办法强化 但是呢 这个是大家很认知的 一个这个共同的想法 陈子中部长 我还比较欣赏 他之前不只在 五月十三号在立法院讲过 说这样的一个关联性之外 还讲说 我愿意为三家十一负责 所以我非常欣赏 那时候陈子中部长的气魄 可是如果今天为了台博 我也认同刚刚 委员张宏璐委员所提到说 不要把台博的这个焦点转移 因为台博的时空 跟三家十一那个时空不一样 我承认 所以我也认同 不需要去这种 但是 但是陈子中部长 把以前那种气魄拿出来 他愿意为三家十一负责 如果去讲台博 然后你就讲说 没有什么三家十一 没有什么破口 那会让很多人大失所望 三家十一不是破口 而诺福特饭店 只是群聚的事件 稍微来有医生 还有另外来宾的看法 波琉泡泡二点零 指挥中心正式拍板 回台后不用隔离十四天 只要五加九自主健康管理 民党立委杨佑 脸书颇文 逆时中 开头就说反对 为了经济效益不大的国外旅游 退缩防疫措施 担心五加九的入境管制 恐怕是另外一个 警戒升级的起点 还举三家十一应见不远 五加九恐天变数 更发函给指挥中心 那帛琉现在全员已施打疫苗 那加上他们这里本土是零确诊 那我们使用的是全程是一样的包机 并没有跟其他的混 跟那个国际的人混搭 所以整体来讲 它是一个安全的航线 相关PCR的一个检验 在出发前 那回来时候就立于观察 所以五天的加强的一个 加强版的自主管理 其实应该算是很完整 强调不留泡泡防疫措施很完整 先前疫情爆发 部分矛头指向机组员检疫措施 陈时中虽然曾强调负最后责任 但行人压力大到不吐不快 喊话没有影响社区 但不认三家十一是破口 迅速在网路发酵 也有网友留言重新定义 什么叫破口 更反奉不意外 中国也说破口不是武汉 话题恐怕还有得烧 好这个三家十一真的吵了很久了 刚才陈建中部长说了 这个不是破口 它只是群聚事件 不过另外一个数据就是 明天开始的台博旅游泡泡 都有变成一个五加九 这个数字简单讲 五就是居家检疫 九是健康自主管理 意思是你关五天 第二天开始九天 你要自主健康管理 你是可以出去 但是你还是要自主健康管理 副警长你觉得这两个数字民众们应该如何去解读 我想我们在谈三加十一或五加九 其实大家算数都会都是十四天 那再加上之前讲七加七也是十四天 所以关键是这两个礼拜的这个病毒 会传播出去的问题 所以只是差别在是三天的居家检疫 还是五天的居家检疫 还是七天的居家检疫 然后加上另外几天的这个所谓自主健康管理 那我觉得说三加十一 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讨论 包含大家讲说民众认为三加十一是破口 那民众认为三加十一是破口的这个印象是如何来的 刚刚提到认知作战 所以其实很明显的 其实三加十一的这个话题一直在炒作 其实我们都是从那个 有这个做资讯战的学者的研究 那个台北大学犯罪所沈柏阳教授 他们都有一些研究 这个都是从很多蓝营的支持者的一些賴群 就开始在炒作了 这些一定会有认知作战 所以我在讲说 这个是其中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 我说三加十一跟这个 成为所谓的破口这件事 我觉得包含像这个柯文哲 刚刚那个我们在新闻画面 有看到柯文哲认为说 这个好像是这个民进党这边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其实三加十一 不要再提到三加十一 因为其实我认为真正最大的政治破口 其实就是在于柯文哲 如果今天双北市 台北市新北市 如果在这个匡列医调隔离的 这些基本工作都做得好的话 根本都不会延伸出后续的这些问题 很多科学的证据会有 对 因为我们在谈科 大家一直在讲科学 可是大家知道说 在所有的科学 就不管你是谈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科学里面最难去做实验证明 就是所谓因果关系 因为有太多因素的变化了 所以我们要谈相关 比较相对容易 可是你要谈说因果关系 是因为这个说三加十一 所以造成什么什么样的破口 我觉得这种因果关系 都是太快了 而且它不具科学的事情可以检验 那我觉得说 我们如果回到说 要谈那个华航基斯的案子 华航基斯案子那时候是 所谓三加十一 它第三天也要居家检疫 所以所以刚刚讲说 不管是三加十一 五加九 都要所谓有配套 那还是要检查 正式的配套 你一定要去做筛检 它当时第三天的时候 就有做筛检阴性 然后到第七天 第七天的时候 是那个自主界障碍 它也是采阴 所以它是到4月29号 跑去酒吧群聚 所以后来那时候 开始就爆发 那我觉得说 如果看时间序列的话 这个4月29是华航基斯群聚 4月中是所谓的 这个清真室的案子 4月初其实万华 清明假期那时候 万华的那个就已经有确诊 所以你如果看时间序列 到底是谁跟谁 去影响到的 我觉得这个都 目前都很难谈 所以我说你要谈相关容易 可是你要谈英国关系 我都觉得太快 是 林医师我们先谈3加11的英国关系 然后请你帮我们讲5加9 你怎么看 好我们先讲3加11 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100 讲说一定 也没有办法百分之100 讲说不是 我才这样讲 我们就看证据有多少 那可能性有多少 应该是这样讲 那不然的话你就讲0跟1之间还有很多小数点 你怎么讲 因为不讲说就是没有科学 那讲说没有的人不是破口的人 那就是说你也没有找到一个说从基斯 或者诺乎特旅馆的人 去到那个阿公店 外国阿公店 然后感染的人没有这个证据 但是我们另外一边的人就讲 你不是讲说英国变种病毒株吗 那同样是英国变种病毒株 有时候再看看基因的序列核酸序列 有没有几乎完全一样 有一模一样 其实同样是英国变种病毒株 有时候里面还有一些小小的突变 但是还是算英国变种变种株 因为主要的突变 英国变种病毒株有几个主要的突变 那几个突变一样就叫英国变种病毒株 那如果整个基因序列核酸序列完全一样的话 那个可能性会再提高一点 那是吗在这件事情里面 所以就是他当然说说 只是说同样是英国变种病毒株 那基因序列是不是完全一样 那么细的也没有这个科学正经 因为他到底也没有公布说完全一样 如果完全一样 我觉得可能就会增加一些 当然时间的序列上来讲 那个诺乎特跟基斯症是比较早 那当说那个基斯的管制 确实比较松了 你今天说你三加食育 那三天后你有做基因检测 不是你有做那个PCR检测好了 PCR检测是不是一定可以检测到病毒 不一定 敏感度的问题 你看我们很多病人 不是有的食阴食氧 有时候没有 那病毒量比较少 就说PCR有时候在初期 病毒量还不够多的时候 他检测也是阴性的 他必须要等个时间去看看 他还有没有变成阳性 所以你看嘛 为什么要十四天的隔离 就是因为他的潜伏期 有时候会到十四天 甚至有时候现在第二次病毒 就说要到十八天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现在居家隔离了十四天之后 还要再做个PCR检测 看看你还没有病毒 就是有时候病毒量太少的时候 PCR是检测不到 所以你PCR检测阴性 不表示你完全没有病毒 还是要考虑说 你之后再检测 是不是比较安全一点 当然这样会比较安全 那五加九你觉得够吗 五加九是这样 当然他五加九的原理是 台湾疫情很好 那个帛琉疫情很好 那边也都打疫苗 我们这边也几乎都没有什么疫情 那也许这个隔离不用那么 那么多天 不用那么谨慎 当然如果你要更谨慎一点 那你时间把它拖才是更好 因为我就说检验没有办法 在很初期的时候 检测到那么多 即使病毒量很少 你检测不到 你还需要稍微再延长一点 来检测效果会比较肯定 所以五加九这个案件 其实大家在怕说 会不会跟三加十一一一样 变成又来一个发生一个问题 你害怕吗 稍微但是至少帛琉目前没有疫情 他们几乎都打B 他们打是BNT 相对台湾跟帛琉都是安全的 因为他们是美国送给他的疫苗 他们打BNT 打BNT 所以效果应该算还不错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希望延长一点比较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以前你知道我们很多居家 都都没有真正严格管理 为什么现在为了data病毒 要在防御旅馆跟那个防御旅馆 因为你跑不出去 你就是在我的管理之下 你跑不出去 你不可能在家里到处乱走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谨慎是好一点 当然我不能说五加九就一定有疫情 我也不能说一定没有疫情 就大家看着办 然后打疫苗 蔡英文总统说8月16号 开始预约国产高端疫苗 他也要去 他再次的宣誓施打高端疫苗 不过有人这么挺 反对党很反对 稍微回来